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要對皮爾森相關係數來進行統計推論 那我們使用的工具就是 R 也就是從 sample 所算出來的相關係數 R 虛無假說是 rho 等於 0 也就是母體的相關係數等於 0 對立假說是母體的相關係數就不為 0 在虛無假說之下 R 減掉 0 再除以 R 的 variance 開根號 就會呈現一個 T 分佈 自由度為 N 減 2 何時可以拒絕虛無假說呢 就是它如果落在拒絕域的時候 就可以拒絕虛無假說 由這個圖上來表示 C 就是 critical value 拒絕域 那 負 C 則是在左側的 critical value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算出來的 T 減定統計量 大於 C 或者是小於負 C 就是落在我們的拒絕區域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會拒絕虛無假說 好 接下來有我們的指定教科書上的一個 example 來跟大家做一個示範 這個 example 是有 20 個國家裡 對白猴白日殼破傷風免疫的小孩 那跟他 5 歲以下小孩爽 綠了相關係數 好 由相關係數計算出來的結果是 負的 0.79 那現在虛無假說是母體相關係數為 0 對立假說是母體相關係數不為 0 所以我們懷疑的是 對白猴白日殼破傷風免疫的小孩比例增加時 那是不是 5 歲以下的小孩死亡率就減少呢 這是不是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首先我們必須先計算一個 T 減定統計量 那現在 sample 的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是負 0.79 就請大家把負 0.79 放在分子的地方 然後後面減的 0 則是來自虛無假說 因為我們要 test 是 它是不是為 0 所以我們要看的就是負 0.79 和 0 之間 道理距離有多遠 那這樣的距離 是不是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於是在分母的地方呢 我們就要放根號的 variance r 所以 variance r 乘如剛才所說過 它的公式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請大家把負 0.79 帶入這個地方 那分母的地方呢 放的則是 n 減 2 所以就是 20 減 2 這樣的計算呢 得到的結果是負的 5.47 於是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的是 那請問 5.47 它是不是會大於這個 critical value 那這個 critical value 的計算 大家可以使用 r 來幫助我們計算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查的指令就是 q t t 是因為這是一個 t 分部 那 q 是因為我們要查詢它的百分位數 也就是框台喔 所以現在要查的百分位數是第 97.5 的百分位數 因為它是一個雙微減定 大家可以從這邊 check 它是一個雙微減定 而自由度呢則是 n 減 2 也就是 18 所以由 r 的分析結果它告訴我們 現在 critical value 是 2.1 那因為 5.47 大於 2.1 所以它就會落在我們的拒絕區域 所以我們就拒絕虛無假說 好 那拒絕虛無假說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一個國家它的白猴 把日殼破上風免疫的小孩比例增加的時候 那 5 歲以下的小孩死亡率也會減少 它是有明顯的一個負相關的 好 那如果今天我們要計算 p value 要如何計算呢 還記得 p value 的定義是 在虛無假說之下 比我們所觀察到的減定統計量值 還要極端的機率為何 好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 r 來幫助我們計算 因為 p value 它是一個尾端的機率 所以呢 我們現在如圖上所示 我們要計算的是 比 5.47 還要更極端的機率為何 所以我們就是算這一個小塊 那在 r 裡面呢 請大家使用 p t 這個指令 t 是因為它是一個 t 分布 所以這個時候要告訴它說 t 分布的自由度 是 20 減 2 那 p 是因為我們現在要計算的是一個 probability 就是尾端的機率 所以你要使用的是 p t 那 5.47 你要告訴它 因為 5.47 是我們現在所觀察到的減定統計量值 lower 等於 f 的意思是說 請不要給我左尾的機率 因為我現在要的是 右尾的這一塊白色的機率 所以你要跟它講 我不是要左尾的機率 所以就跟它講 lower 等於 f f 就是 false 的意思 那算出這塊白色的機率之後 請大家乘以 2 因為這是一個雙微減定 所以乘以 2 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一塊白色的部分 也一起加進來 那所以呢 最後算出來它的 p value 就是 3.39 乘以 10 的 負五次方 好 那這個值呢 是小於 我們常用的顯著水準也就是 0.05 的 所以我們就會拒絕虛無假說 所以不管同學呢 是使用前一頁的方法 看 5.47 是否落在拒絕欲 或者是使用這一頁的方法 算 p value 之後 再來跟顯著水準做相比 都是可以的 都會得到一致的結果 好 雖然剛才的例子 我們得到 – 0.79 是有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而且代表的是 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數是頗強的 但是我們並不能說 提高這三種疾病的免疫比例 可以降低 5 歲以下小孩死亡率這樣的結論 因為這樣子的結論是由因果推論的結論存在 那這樣的關係呢 有可能是由其他錯綜複雜的原因所引起 例如說一個比較健全的健康照護系統 它會同時來提高這三個疾病的免疫比例 也同時會降低 5 歲以下小孩的死亡率 所以它有可能是背後有其他的因素 在同時影響這兩個 x 和 y 這兩個 所以在這邊要跟大家強調的是 相關系數它只是說明一個現象 說明的是 當 x 增加的時候 y 會增加 或者是 當 x 增加的時候 y 會減少 但是你並不能說 是因為 x 才會影響 y 或者說因為 y 才會影響 x 好那現在舉另外一個例子 這數十年來呢 台灣的煤礦工人數是越來越少的 而肺結核的發生率也是越來越小 那二者之間的關係 我們可能會懷疑說 開採煤礦是不是引起肺結核的一個原因 但是呢 在這數十年來台灣越來越少的東西其實很多 例如說 每一個家庭平均扶育的小孩個數也是越來越少 那難道這會是引起肺結核的原因嗎 所以從這個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們並不能由相關系數來推論因果關係 因為相關系數只是一個現象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跟同學討論一下 那相關系數它有怎麼樣的一個缺點 其實在我們剛剛所計算的相關系數裡面 包含了有我們需要計算X bar和Y bar 那X bar和Y bar是X的平均值和Y的平均值 那大家知道平均值它通常很受到極端值 奧拉爾的影響 例如說我們現在如果來計算全台灣人的年薪的平均 那賺很多錢的 例如說年薪五千萬的人 它就會大大的提高我們的年薪的一個平均數 所以平均數呢它很容易受到一些極端值的影響 所以這也是造成相關系數的一個缺點 於是接下來我們就要來介紹一個比較文件的相關系數 那它叫做Spearmus相關系數